大家好 这段时间是兰花 根腐、禁腐 还有夜斑病的高发器 很多话有可能都会给它使用一些 喷液的药物或者是灌根的药物 比如说像这种装置夜斑病的 本节笔作纸 我们给它喷洒完之后 大家一定要多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马上把它放到通风一点的地方 来给它吹 不要给它晒太阳 同时第二天一定要给它用清水 再给它喷洒一片 把叶片残留的一些药物 给它冲洗干净 那么另外防根腐的话 一般都是用这种厄美磷 那么我们使用完厄美磷之后 大家也是要马上把它放到通风的地方 来让它土壤中的一些水分快速的蒸发 同时也是最好在第二天 给它用大水浇灌一次 把里面残留的一些药物 还有残留的一些混浊空气 把它冲刷干净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药害的发生 同时又可以提高这些药物的性能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